扶哪边 你手就扶我腰 你扶油箱 如果你不敢扶的话 你就先扶我腰 别太捏我 我怕痒 哦好 怕痒 靠着独特的幽默与喜感 猴哥在母婴上 疯狂吸粉3900万 成为了炙手可热的车瓶战 而他与聂小宇 匹佑之间的三角恋 也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然而就在大家 还在猜测谁能渗出时 猴哥却突然和一位白富美 官宣恋警 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猴哥本名孙红娘 江苏南京战 2019年11月 他靠着在广州车展的 提款视频一战成名 凭借着风趣幽默的原风格 和专业独到的汽车知识 猴哥说车这个账号 在短短三个月内 就狂吸上千万粉丝 一跃成为某营商 炙手可热的车瓶战 风头甚至盖过的前辈猴哥说车 从一名平凡的普通人 到如今的当红车瓶战 这其中仅仅间隔了两个多月 而猴哥一开始的视频风格 和现在也是大相近平 起初他虽然空有一柱子专业知识 但性格比较腼腆 在平车时表情都非常严肃 虽然从如何选车 到汽车美容等当面 都能讲得头头是道 可缺乏让人看下去的欲望 于是猴哥开始试展 打开自己和粉丝们互动 让观众们 有一种沉浸式买车的感觉 除此之外 他还会帮想要买车的粉丝砍价 让许多粉丝感觉不买就是亏的 而猴哥的团队 在经过调整之后 也开始跟随热点开始炒CP 集中猴哥与皮佑聂小宇之间的三角链 让无数吃瓜网友 致得心满意足 2021年 一则猴哥爆胎的视频 让猴哥与皮佑的CP粉 狂乎磕到了 不久后 猴哥 皮佑 聂小宇三神的大戏 就成为无数粉丝们的焦点 网友们纷纷化身为吃瓜群众 像追剧一样 追起了他们的情感之路 皮佑被誉为青春机车女神 凭借着天使般的面容 魔鬼般的身材 以及活泼开朗的性格 皮佑在网上戏粉无数 坐拥两千多万粉丝 起初 猴哥频频以男粉丝的身份 出现在皮佑的视频里 而她胖胖的身材 也和皮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看起来非常有趣 成功从皮佑那 吸走了不少粉丝 无数网友开始 可解的贪恼的皮佑CP 但谁知道 CP党还没开心多久 猴哥身边就出现了 另一个女人 聂小宇 聂小宇同样也是 某阴上的美女之一 一头短发又扎又帅 和皮佑一样 都是千万级别的大网红 但聂小宇性格更加强势 比如之前就在视频中 疯狂致吻 猴哥与皮佑的关系 让猴哥在自己与皮佑之间选择一个 你和皮佑有什么关系 好朋友 什么样的好朋友 普通朋友 那我呢 好朋友 我跟皮佑学漂亮 我和皮佑同学调学历 之后 聂小宇和猴哥 常常会有一些比较亲密的互动 皮佑也渐渐消失在猴哥的视频里 就这样 聂小宇踩着皮佑尚未成功 不仅收获爱情 还蹭到了热度 靠直播带货传的盆满钵满 可谓是一石三鸟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有网友爆料说 不论是皮佑还是聂小宇 都不是真心喜欢猴哥 他们三人的感情纠葛 也不过是为了流量自导自演的一出戏吧 前段时间 猴哥官宣恋情 而女主角 果然不是皮佑和聂小宇中的任何一个 三千万粉丝 网红车评人 猴哥说车官宣恋情 女主角定制价值两百万的豪车 高调向猴哥求婚 拔出女方背景后 网友感慨 难怪皮佑和聂小宇会输 2021年7月 猴哥和女友何玉星官宣恋情 收获无数网友的祝福 就连猴哥曾经的绯闻女友皮佑 也在下面直呼何玉星嫂子 那么 这个从天而降的何玉星 到底是何许人也呢 何玉星的表面身份 是一名美女博主 有160多万粉丝 看起来并不怎么样 但她的真实身份并不简单 其实是某个家族企业的独生女 有一次猴哥 带着何玉星去4S店提车 何玉星最后选了一款 顶配的定制打击 这是江苏省唯一的一台 价值两百多万 选择结束后 她让4S店员工打开后备箱 谁知道里面塞满了鲜花 还有猴哥猴嫂百年好喝 早生贵子的横幅 还没等猴哥反应过来 4S店的全体员工 又站成一排 为猴哥送上祝福 可以说是非常有排面 原来这是何玉星 精心策划的求婚 从视频中 猴哥一脸懵的表情可以看出来 但事前应该确实不知道这件事 又这样一位 贴心又阔切了女朋友 猴哥也没有藏着椰子 很快就官宣了两人的恋情 之后 猴哥陪着何玉星 去车馆所选号上牌 忙前忙后的处理着一些琐事 看起来五大三粗 做事却非常激情 从两人对事实的表情 能看得出来 他们对彼此应该是真心的 很可能就是奔着结婚去的 所以在此也希望 他们俩能够修成正果 有情人终成劝述 好好经营这段 来之不易的感情吧 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你是如何看待猴哥的感情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接触 来点下来